本期节目开始呢 咱们来说一桩 发生在河南拱义的命案 这是在2006年夏天 河南拱义市孙寨村 天气异常的炎热 不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 村子里发生的一起命案 让所有的村民这心里边 凉了一大截 大家都在这个夏天躁动不安 这事发生在一个周末 住校一周的孙雅杰 刚一放学呢 就往家里边赶 尽管一路小跑 可是到家门口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从学校回到家这么一看呢 家里边大门没锁 他这一推 大门就开了 寂静的夜 黑漆漆的院子 让孙雅杰呢 感到一丝不安 一进家门之后 到处找母亲 可是到处都见不到母亲的踪影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 客厅没有 卧室没有 那去厨房看看吧 一推厨房门走进厨房的时候 孙雅杰呀 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是魂飞魄散 赶紧就拿起电话报警了 接到报案之后 河南省拱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李建伟和副大队长魏丰刚 及时就赶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这么一看 受害人脖子上有血迹 裤子被退下来了一大半 有性侵的迹象 从这现场就能够断定 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案发现场呢 是在厨房 死者正是孙雅杰的母亲赵小桃 随后侦察员 技术人员也都到达了案发现场 到现场之后发现 死者赵小桃 头颈部以下的地面上 有一滩血迹 上面有大量的血液 离这滩血迹不到一米的距离上 有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呢 还带着血呢 再看死者的伤口 确定 死者颈部的窗口 是这把菜刀所导致的 而菜刀上的血迹呢 也是死者赵小桃的 当时民警啊 就断定这把菜刀 就是杀害赵小桃的凶器 可是 在法医尸检的时候 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死者并非死于那把菜刀 赵小桃的脖子上 除了刀伤之外 还有掐痕 最终经过法医的一系列检验 认定死者赵小桃 是被人恶景窒息死亡 法医做出了最终推断 死者赵小桃啊 是被掐死之后 又被割断了喉咙 凶手是先杀人 再割喉 为什么会如此残忍的 对待死者呢 经过继续尸检 法医呢 又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的身上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抵抗伤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他是被人杀死之后 被强奸的 因为要是在 活着的时候就被强奸 一定会有抵抗啊 那就一定会有伤痕呢 侦察人员呢 在死者的裤子上 发现了几处经斑 裤子上啊 有划痕 并且呢 还沾有泥土 同时 在院子里 到厨房之间的这段距离 发现有拖拉的痕迹 赵小桃家呢 是在农村自建的 那种四室两厅的结构 还有几十平米的一个院子 警方推断 赵小桃 是在院子里边 和凶手相遇并且被害的 随后罪犯 把已经死亡的受害人 拖到了厨房 他们家呀 还有着 两米五高的围墙 这个高度 在整个村子里面 都算是很高的围墙了 尽管 这么高的围墙 可以防止坏人进去 但是也形成了一个 封闭的空间 就在外面呢 你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再加上赵小桃家呢 住的还比较偏僻 外面人就更难发现里面的状况 赵小桃家的卧室和客厅 东西摆放的非常整齐 没有翻动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丢失的东西 这时候民警初步判断 凶手啊 不是为了劫财 而是直奔赵小桃过来的 那么 行凶的人会是谁呢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法医根据尸体的情况 推出了死亡时间 应该是报案前一天晚上 七点到九点之间 赵小桃家呢 住在整个孙寨村的边缘 离村子的中心呢 很远 紧邻人际罕至的大玉沟 这边一共没有几户人家 他们这一家呢 是有三口人 丈夫叫孙有良 常年在省城郑州打工 通常过年的时候 才会回来 女儿孙雅杰上学去了 上学的时候呢 也是住校 只有周末才会回家 所以平时空荡荡的小院子 常年累月的只有赵小桃 一个人在这儿孤零零的生活着 据孙雅杰说呀 死者平时呢 非常的谨慎 出入院门都会上锁 只要一离开家门口 第一件事 把大门的锁锁上 一回家 第一件事 也是先把大门的锁给锁上 民警到达案发现场之后 发现院门呢 并没有撬动的痕迹 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去的呢 发现在这个院门东侧啊 有一个腥盖的机窝 在这机窝顶棚上面 民警发现了一块瓦片的碎片 断口啊 非常的平整 并且一看这个痕迹 这就是新断的 刚断裂不久的 并且在这块瓦片碎片上呢 还有隐隐约约的 被人踩踏过的痕迹 这就证明 有人爬上去过 随后 民警又攀爬到了院墙之上 发现院墙上也有攀爬痕迹 根据这一系列的线索 警方分析认定 凶手是通过机窝 进入到死者家院子的 这个赵小桃家呀 卧室紧邻着厨房啊 就是常见的农村的那种结构的房子 迎面的 中间是客厅 左右是卧室 然后侧面是厨房 死者是在厨房被发现的 裤子上 我们刚刚说了也有寡蹭 有泥土 那么应该是凶手 把他在院子里杀害之后拖进厨房 再加上呢 他是通过这个新盖的鸡窝 翻入院墙的 这所有的细节啊 代表着凶手非常熟悉赵小桃家的环境 应该是熟人作案 并且院墙那么高 两米五啊 一般人很难爬上去 这就说明 凶手还有一定的攀爬能力 应该是一个轻壮年的男性 你说七老八十一老大爷啊 我爬两米五爬三米的院墙 不可能 再者呀 在赵小桃的家里面 没有发现凶手进入卧室的痕迹 也就是说 凶手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杀害赵小桃 随后强奸尸体 在这之后就是赶紧跑 这就摆明了是直接冲着赵小桃去的 赵小桃家这个村子呢 孙寨村 位于河南省拱义市的山区 它是山区丘陵地带 案发的时候啊 交通非常不便利 村民出行呢 都得靠步行啊 一般情况之下 就是走着走 村子里到最近的集市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因为非常的偏僻 除了偶尔过来收山货的商人之外 不会有其他陌生人出现 案发的时候呢 又是晚上 大晚上的不会有商人 在村子里边逗留的 所以警方就排除了 流窜作案的可能 凶手很可能 就是本村的村民 这时候啊 警方接到了村民举报 有一位村民说了 案发晚上那天呢 我看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 从大玉沟方向 跑向村子里边 这大玉沟方向 正是赵小桃家 所在的位置啊 那这黑影 是不是凶手的呢 整个孙寨村 人口不多 年轻人呢 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了 这应该是现在全国各大农村的现状啊 留在村子里的 多数都是老幼妇孺 符合作案条件的年轻人 并不多 因为年轻人少 那么这也给民警侦破 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在这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里 谁是凶手呢 民警随后通过走访 有一位叫做崔中超的人 进入到了警方视线 这个人呢 平时表现不好 有村民反应呢 这崔中超啊 总是有小偷小摸的这种迹象 并且还有一点十分可疑 那就是案发第二天上午 平时一直在家的崔中超 突然就离开家了 那会不会是崔中超 畏罪潜逃呢 民警走访村民的时候 有一个村民大姐说了 说这不可能 说这男的才二十九 女的都四十多了 这不可能的事 另外还有一位村民说 说这男的呀 有女朋友 不可能吧 这崔中超呢 案发当年是二十九岁 幼年丧母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没人管教 所以小时候啊 总是偷鸡摸狗的 但是这个人呢 生性怕事 胆子小 村民们也反映 说他呀 别看小偷小摸 有这些恶习 但是本性并不坏 说他杀人 这事应该不至于 不过警方还是决定 对崔中超 做进一步的调查 与此同时 警方啊 又得到了一条 重要线索 说案发当天晚上七点钟左右 赵小桃呢 出现在村子的麻将馆里边 在打麻将的时候 与人激烈争吵 两个小时之后 就遇害了 据当时在场的村民说呀 是为了三块钱赌资 和一位叫孙大庆的村民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孙大庆啊 39岁 平时为人处事呢 很鲁莽 还特别的好面子 这个赵小桃啊 当天在打麻将的时候 在赌桌上 就因为这三块钱赌资 是不依不饶 把这个孙大庆呢 就惹恼了 村民说当时 要不是大伙 把这孙大庆给摁住了 这赵小桃 是非挨打不行 人们哪是连拉带劝 赵小桃呢 就自己回家去了 赵小桃走了之后 这孙大庆啊 还气不打一处来呢 还在那嚷嚷呢 这事就这么完了 没门 赵小桃 你让他给我等着 我非得找他不行 那么赵小桃 会不会是孙大庆 在圣怒之下 冲动杀人呢 崔忠超和孙大庆 谁更有作案嫌疑 谁又是真正的凶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赵小桃呢 被害之前 曾经在村子里边的 麻将馆打麻将 和同村的村民孙大庆啊 因为三块钱的赌资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啊 当时呢 是又吵又骂啊 就差大打出手了 这孙大庆呢 三十九岁 很鲁莽 这赵小桃 在赌桌上也是 不依不饶 要不是被别人 拉着劝着 赵小桃是非挨打不行 这么着呢 赵小桃啊 被人劝着就回家去了 孙大庆气不打一处来啊 说我肯定得找机会 我得教训教训赵小桃 那么会不会是孙大庆 气急之下 一冲动把赵小桃杀害了呢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啊 暗中对孙大庆的具体行踪 进行了调查 不过据麻将馆 打麻将的这个村民们说呀 那天晚上 孙大庆一直在麻将馆 应该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民警赶紧追问 那他中间有没有出去过呢 出去上厕所倒是有的 不过也没太注意啊 原来这孙大庆啊 在这个打麻将中间 去过一次厕所 厕所回来之后 一直到散场才离开 但是大伙 麻将打的这个热火超天呢 是吧 你碰我杠涛糊的啊 有一人上厕所 就也没人注意 去就去呗 那么孙大庆 会不会就趁着这个 上厕所的时间 到了赵小桃家里面 把他强奸杀害了呢 民警决定 在赵小桃家和麻将馆之间呢 做一个实验 赵小桃的家 距离麻将馆 差不多是三百米左右 成年人走路的话 一两分钟 怎么都到了 如果再翻墙进院 杀人强奸 最后再逃跑回到麻将馆 经过警方的反复测试 再根据嫌疑人 孙大庆的年龄啊 体力啊 等等因素 这一系列的过程 至少需要 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那么 孙大庆 是存在 作案可能的 警方随后呢 又来到了受害人 赵小桃的家 在卧室里面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过了 东西摆放的非常整齐 没有翻动的迹象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这个卧室呢 其实还挺简陋的 有一个柜子 柜子之外就一张床 旁边呢有床头柜 床上放着一个电话 按理说 赵小桃的丈夫 孙有良 常年在外地打工 女儿呢 平时又住校 为了方便和丈夫联系 在家里边装一个电话 这不奇怪啊 很正常 可奇怪的是什么呀 是电话的放置位置 现在大家家里边 这个固定电话少了 原来基本上每家每户 都有固定电话 大伙想想 固定电话一般会放在什么地方 会放在床头柜上啊 他为什么不放在床头柜 而是放在床上呢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躺在床上 或者趴在床上打电话 把这电话呢 就拿到床上来了 那这是不是说 赵小桃在被害之前 和谁通过话呢 孙大庆 之前不是扬言要教训赵小桃吗 他也有作案时间 那会不会 是孙大庆翻墙入院 赵小桃听到动静之后 想报警 赶紧把电话抓到床上 报警呢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在卧室里面 他们发生冲突才对啊 你想赵小桃 在那报警呢 孙大庆肯定是 直接冲到卧室啊 把电话抢过来 扔到一边 然后再杀人 抢奸 可刚刚我们说了 卧室里面 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 那么 刚刚的这个设想啊 基本上也就不成立了 通过这个电话 会不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呢 在被害之前 到底在给谁打电话呢 这时候民警啊 开始调取这部电话的通话记录 这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啊 查完通话记录 民警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 出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案发当天 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 赵小桃呢 去麻将馆打麻将 后来发生了冲突 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到九点之前 这一段时间 应该是赵小桃 被害身亡的时间 可是 家里的这个电话 从晚上七点 一直打到了凌晨一点 这一通电话啊 一直就没有挂 按说七点左右 赵小桃已经在麻将馆了 为什么电话正在通话呢 赵小桃的死亡时间 是麻将馆回家到九点之间 可为什么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 这个电话还在通话呢 难道 家里还有别人吗 会是谁呢 赵小桃被害之后 是谁 在使用电话呢 如果说 家里一直有人的话 那么 赵小桃 在被强奸杀害的过程之中 这个人 怎么还能一直安安心心的 打电话呢 如果是凶手打电话 也不正常啊 杀完人 强奸完之后 还能那么淡定冷静的 在那给人打电话 一直保电话周 保到凌晨吗 这事儿发生之后啊 村民们都觉得非常的恐怖 在很多农村地区啊 大家或多或少的呢 还有一些封建迷信 有村民就说了 说哎呀 这是赵小桃死的冤枉啊 阴魂不散啊 所以在死了之后 这找人电话 聊天诉苦呢 现在让咱们一听 感觉 太荒诞离奇了 对吧 根本没有任何道理 但是在孙寨村里边 大家还真信 一传十 十传百 哎呀 警方呢 也很有压力 警方当然不信什么 鬼神的传说了 警方判断 当时家里一定还有人 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三人 到底是谁 这个奇怪的电话 是打给谁的 警方通过继续调查 发现赵小桃呢 开通了168电话聊天室业务 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 有没有对这168有印象呢 168交友聊天服务 在06年前后 在河南农村地区啊 非常流行 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 消遣娱乐方式啊 怎么说呢 跟QQ聊天很像啊 大家总应该玩过过去QQ的 那种什么漂流瓶啊 是吧 就找陌生人嘛 还有像后来的那个微信摇一摇啊 不也是找陌生人吗 这168呢 性质就差不多 当时村子里面不少人呢 都偷偷摸摸的 打这个168电话 跟陌生人聊天 跟陌生人打情骂俏啊 来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我记得刚有QQ那会儿 大伙也是啊 就喜欢在QQ上 查找陌生人 一上去 第一句话通常都是 你是男的是女的啊 你是哪的人呢 哦 你离我那么远啊 我是哪哪人呢 你多大了 结婚了吗 就这了 当时通过这个168交友聊天电话 不少人呢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后来QQ聊天不是发展出来网恋一族吗 这当时应该算什么呀 应该算电恋一族 那么赵小桃的被害 和这通奇怪电话有关系吗 民警继续追查 发现赵小桃啊 用这个168交友聊天室 已经用了很久了 聊天记录很多 跟这个也聊过 跟那个也聊过 联系人特别的多 聊天时间呢 也都很长 经常这一个电话啊 就打上几个小时啊 咱也不知道聊什么 可以说 赵小桃是168交友聊天室的 忠实用户 这时候呢 关于死者的一系列传闻 就浮出水面了 有村民说了 说这赵小桃啊 在168里边 认识好几个男的 经常联系 有时候还出去吃饭见面呢 赵小桃的丈夫 常年在外打工 女儿呢 上学 住校 空荡荡的院子里边 经常就是赵小桃 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着 丈夫给不了关怀 孩子也只能一周两周 回来一趟 确实是寂寞 确实是孤独 所以呢 经常给168打电话 某种程度上 大伙呢 也能理解 不过这时候 村民透露出来一个消息 有一个男的 可痴迷跟赵小桃打电话了 俩人聊得这个火热呀 这事啊 村子里边 不少人都知道 寂寞的中年女人 异常神秘的几个聊天对象 赵小桃的被害 会不会和这些桃色新闻有关呢 警方这时候就怀疑 与赵小桃保持密切联系的这几个男人 是否具有作案嫌疑 那接着去这168交友聊天室里边查去吧 看这些人到底是谁吧 可是啊 为了保护隐私 这168呢 并不记录用户的资料 你看现在 你用各种APP 用各种软件啊 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的姓名身份证号 什么信息 他都能一块卷了去 但那时候人168不记录这些资料 可是这给警方带来麻烦了 警方就确定不了 那天晚上赵小桃的电话 到底是打给谁的 既然不知道那天电话打给谁的 拉拉最近一个月两个月 半年左右的电话清单吧 根据以往通话记录 警方发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呢 跟赵小桃是一个村子的 关系非常密切 恨不得天天打电话 这个男的叫孙武魁 当年呢 已经45岁了 结了婚了 在孙寨村附近的一个煤矿打工 案发前一段时间呢 孙武魁呢 还经常偷偷摸摸的 进入到被害人赵小桃家里 大晚上的一个独居的中年妇女还经常有一个已婚男人进出家里边 一进去还总是第二天大天明才出来 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在案发当天 这孙武魁去没去过呢 后来警方啊 就找到了孙武魁 对他进行了问询 孙武魁呢 人也老老实实交代了 说我和赵小桃啊 确实长期保持着情人的关系 案发那天晚上呢 我也确实是在赵小桃家里边 那通电话 不是什么赵小桃的鬼魂打的 是我打的 可是 我没杀过人 我呢 就躺到他床上 把床头灯拉灭了 用他家电话 打168聊天 我刚去他家的时候啊 赵小桃呢 在厨房打着毛衣呢 桌子上有两碗饭 炒了一盘菜 其实那天晚上啊 是他约我过来的 说让我过来吃饭 是完了 他说太饱了 想出去玩会麻将 他就走了 我就自己躺床上 打168聊天 打着打着呢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睡到了凌晨一点左右吧 我一醒了之后 就把电话挂了 我一看还没回来呢 我就拿着灯啊 就到处找人 可在哪都找不着 走出卧室之后啊 就是那个厨房门口了 到了厨房门口呢 我就拿灯 朝里边照了一下 就看见赵小桃 头朝夕 在厨房门口地上躺着呢 赵小桃平时啊 就有动不动 就容易昏倒的毛病 我以为又犯病了呢 我赶紧去查看 哎呀 这一看我做梦都没想着 他已经被害身亡了 地上一大滩血 我这不赶紧随手 带上他家大门 撒腿就跑了吗 孙武魁的交代啊 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这卧室一出门 就是厨房 卧室和厨房是一墙之格 赵小桃人被杀死了 又被强奸了 按理说这得多大的动静啊 孙武魁竟然都没听到 他这解释 真的有些苍白无力 如果他真是凶手 他得有多笨 才会编出这么不靠谱的理由呢 再者他杀人之后 怎么会有心思继续半夜打电话呢 咱们再回忆一下 当时民警的勘察情况 赵小桃是在院子里面被杀害的 随后呢 凶手把赵小桃从院子拖到厨房 施暴 厨房隔壁 就是卧室 孙武魁说一点都没听到 这可能吗 那么 孙武魁 会不会就是 作案真凶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过了 赵小桃呢 有一个情人 叫孙武魁 案发的时候 就在赵小桃家里边呢 他和这个孙大庆 都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孙武魁啊 在回答警方问询的时候说了 说我呢 在赵小桃家里边啊 打着那个168聊天电话 打着打着就睡着熬了 后来发生什么事 是真不知道 按理说 凶手是在院子里面 杀害的赵小桃 随后拖到厨房里 又进行了监尸 厨房 跟这孙武魁睡觉的卧室 一强之隔 他会没听到吗 这可能吗 这时候呢 警方啊 又做出了一个推断 说这个事情真相 有没有可能是 孙武魁 并没有说谎呢 杀人凶手 就是在麻将馆里边 和赵小桃啊 有了严重争执的孙大庆 当着乡里相亲的面 被赵小桃辱骂 孙大庆这人呢 又耗面子 性格呢 又很冲动啊 他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以上厕所为借口 来到了赵小桃的家 顺着那个心搭的鸡窝 来到院子里 把赵小桃杀害之后啊 哎 突然发现 卧室里边呢 还有人呢 哎 这个人呢 还呼呼大睡着呢 为了嫁祸给孙武魁 精心制造了一个 奸杀案的假象 其实呢 并没有奸尸 只是做出来一个假象 若无其事的 返回了麻将馆 这是警方的一个推断 不管怎么样 这俩人都有作案嫌疑 警方决定同时对两个人 展开调查 孙大庆和赵小桃 有着那么严重的冲突 并且还扬言说了 我得教训他 这肯定有嫌疑啊 孙武魁和赵小桃呢 一直长期保持着 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案发当天 他就在现场呢 他也有作案嫌疑 那么谁是凶手呢 查查DNA啊 也就知道了 为了确保准确性 民警呢 采集了孙武魁和孙大庆的DNA 与在赵小桃裤子上发现的 那两块金斑的DNA 进行比对 并且还是专门把样本 送到郑州市公安局 DNA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的 DNA是不变的证据啊 你不可能说今天DNA这样 明天就换样了 过几天都长毛了 是吧 都发霉了啊 看不出来了 他不可能 并且每个人的DNA啊 他是唯一的 世界上没有说啊 这个人和那个人DNA一模一样 不可能 只要DNA确定了 案件情况也就清晰了 这时候啊 已经案发两天了 这村子里呢 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是村民们呢 谁都不敢往赵小桃家这边来 一看见这院子 就觉得阴森恐怖 在等待DNA检测结果的时候 大家就都在猜 凶手是谁呢 啊 是大庆啊 还是五魁啊 这时候啊 死者的丈夫 孙有良 也回家了 回家呢 料理妻子的后事 孙有良 是在郑州的一个 安装公司里边打工 平时难得回来 这出了事了 这才火急火燎的赶回来 回来之后啊 表现得非常伤心 哎呀 妻子 离开自己了啊 以后就剩我 剩下女儿了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在大家的这种期盼之下 DNA的比对结果出来了 所有人都认为 终于可以认定凶手是谁了啊 到底是孙大庆 还是孙武魁 哎 终于有一个结果了 可是 这DNA检测结果出来之后 反而 让这件案情 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 孙大庆和孙武魁 两个人的嫌疑 都被排除了 哎 俩人的DNA 和那经班的DNA 都比对不上 这让所有人 始料未及啊 谁都没想到 哦 孙大庆 跟他争执半天 何着不是孙大庆干的 孙武魁 就在他家里边 待了那么一宿 也不是孙武魁干的 这也就是说 案发当晚 还有其他人来过呀 那这个人 又是谁呢 排除了孙大庆 和孙武魁的嫌疑之后 似乎案件的侦破工作 又回到原点了 这时候啊 也甭着急了 着急也没用 重新梳理线索吧 这时候民警 在重新梳理 当时和孙武魁的 对话的时候 发现当时 有这么一句 不经意的话 就是这句话 让案情出现了转机 赵小桃啊 之前警告过孙武魁 说咱俩人这秘密啊 似乎让我家有梁 给知道了 有梁呢 也经常三晶半夜的 打电话回来 整天的疑神疑鬼的 赵小桃的丈夫 孙有梁 在郑州打工 人呢 就是农村里边 比较老式的那种 庄家汉 很朴实 越是这种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人 他这个思想上啊 越传统 这要是知道 妻子有情人了 有外遇了 那不得疯了呀 不得气死了呀 那会不会一气之下 把赵小桃就杀了呢 目前来看 孙有梁的嫌疑很大 一个老老实实的好丈夫 啊 察觉了 妻子不忠之后 会没有反应吗 那么 孙有梁 会不会是一个双面丈夫呢 在对外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是老老实实 他的实实 本本分分啊 这个对妻子 呵护体贴 而反过来 在面对妻子的时候 尤其是知道 妻子出轨之后 会不会凶向毕露 痛下杀手呢 这时候孙有梁呢 正在操办赵小桃的后事 一则呢 为了避免刺激家属 毕竟除了孙有梁之外 还有他们的女儿 孙雅杰呢 二则呢 也是怕打草惊蛇 现在还没掌握确凿的证据呢 这一调查孙有梁 让孙有梁知道了 你现在也没法控制他 他跑了怎么办呢 他销毁证据怎么办呢 他提前想办法 这个怎么创供啊 怎么欺瞒警方啊 这怎么办呢 干脆 甭跟孙有梁说 也甭跟其他人说 警方啊 悄悄摸摸的 前往郑州 去孙有梁打工的单位 进行调查 到了他的单位 这么一问 发现孙有梁 没有作案嫌疑 为什么呢 从时间上 就排除掉了 案发当天呢 孙有梁呢 正好离开郑州 他离开郑州 不正好可以回家了吗 可是单位说了 他不是回家 有事啊 派他去山东出差 他直接从郑州 去山东了 没有作案时间 案件 案件的侦破 再度陷入困局之中 警方这时候呢 还不甘心呢 孙有梁 太有作案的嫌疑了 妻子出轨 作为一个丈夫来说 忍无可忍啊 那么他当天晚上呢 又正好出差 有没有可能 他没有直接去山东 而是连夜赶回村子 大晚上回去 就是想着捉奸在床 看看自己媳妇 到底有没有情况 回去之后啊 正好赶上赵小桃 去打麻将了 这个孙有梁呢 也不想打草惊蛇 我呀 也甭敲门了 我直接 从我家的这个鸡窝翻过去吧 翻墙入院 进去以后一看 哎 没在家 可没在家 卧室的灯 怎么亮着呢 啊 扒到窗户根呢 瞅瞅吧 这一瞅不要紧 哎呀 孙武魁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呼呼大睡着呢 好家伙 之前光是听说风言风语 这回啊 算是让我正儿八经的见着了 逮着了 我要报复 于是呢 他就躲在院子里边 这赵小桃玩着玩着麻将 跟孙大庆起了争执 一生气回家了 回家呢 一进这个院子 这孙有梁啊 就看见了 赶紧就冲过去 趁赵小桃没注意 就掐死了赵小桃 随后 把赵小桃拖进了厨房 来制造奸杀的假象 就是为了嫁祸孙武魁 这叫一石二鸟 一箭双雕 我又弄死你赵小桃了 我嫁祸给孙武魁之后 让这个孙武魁啊 最后也能判他个死刑 最起码也是个无欺 是不是 随后呢 连夜逃出村子 赶往出差目的地山洞 警方做完这些推测之后 更加坚定了 孙有梁有作案动机的 这个观点 不过你光认定 人家有作案动机没用啊 你得有切切实实的 这个证据啊 没关系 不是有那两块精斑吗 接着做DNA啊 DNA比对完之后 假如说啊 这个孙有梁的DNA 和精斑的DNA对上了 那就大白于天下了 你孙有梁 就是凶手 就在要采集 孙有梁DNA的时候 此时又一个人 进入到了警方视线 谁啊 崔中超 咱们在前两期节目 曾经说过 警方啊 一开始怀疑过崔中超 因为这崔中超呢 平时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并且在赵小桃 被害之后的第二天 就离开村子了 后来一走访 村民们都说 说不可能 崔中超啊 胆子小 他不可能杀人 再者说了 崔中超二十几岁 赵小桃四十几岁了 你让崔中超 这个奸杀赵小桃 不可能 这事不靠谱 那这回 为什么警方又重新 关注起崔中超了呢 因为崔中超的哥哥呀 后来跟民警同志说 说这中超啊 对赵小桃这事 很关心 他走了之后呢 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就想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展 了解最新的情况 这时候民警就想 这要是普通的乡里乡亲 没必要这么三番五次的关心呢 这要按年纪上说 这都能叫大姨了啊 并且呢 俩人也不是说 有多亲密的关系 你怎么会一再关心这件事情呢 这种关心 反而让他的嫌疑变大了 民警呢 经过和崔中超的家人沟通之后 了解到 崔中超的父亲呢 一直在郑州生活 那这崔中超 离开孙宅村之后 有没有可能 是去郑州 找父亲了呢 那就去郑州找找看吧 可是啊 崔中超的父亲呢 在郑州 没有固定的住所 也没人知道 此时他会在什么地方 民警几经辗转 在郑州警方的配合之下啊 在津水区的一个城中村里边 找到了崔中超的父亲 就问他父亲 关于崔中超的情况 他父亲就说了 中超啊 好像是有点什么事 但是啊 你们说的这个案件 和他无关 在当时警方的笔录里啊 记载着他父亲 说的这么一句话 说案发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 我在谈生意呢 后来崔中超啊 给我打电话 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面 我说不见 他说必须见一面 问我在哪 因为我当时有事 就跟他约着中午 在一个蔬菜市场见面 中午我们见面之后 他第一句话就是 让我给他找一个 远点的地方干活 我跟他说了 我说咱们俩呀 没那个交情 我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地方 崔中超呢 就一再的恳求啊 你就给我找个地方吧 他父亲就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啊 在家待的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要出远门去务工呢 你在哪不行啊 手家在地的不更好吗 崔中超这时候跟父亲说了 爸 咱们那儿啊 有个案子牵扯到我了 啊 怎么回事啊 什么案子呀 怎么还牵扯到你了 啊 就咱村的赵小桃 被人杀了 这事呢 跟我有点关系 当时他爸一听就急了 怎么意思啊 什么叫跟你有点关系啊 你杀的呀 不不不 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怎么叫跟你有关系呢 哎呀 把我这这这事 我也说不清啊 反正 你相信我 我我是肯定没杀人 你这没杀人呢 哎 你放心吧 我我真没杀人 嗯 你要没杀人 你躲什么呀 你害怕什么呀 啊 你啊 得把这事 跟警察说清楚了 你知道吗 哎呀 爸 行行行 我答应你啊 嗯 我会去警方 说清楚情况的 哎 当时崔中超 就同意了他父亲 去警方说明情况 的这个要求 他父亲这么一听啊 我儿子应该也没啥事啊 也就没在意 聊完之后呢 他父亲还有事呢 哎 也就分开了 可没想到 儿子不见了 起初打电话 问他 还接电话呢 在哪呢 有事啊 可过了几天之后 这电话 也打不通了 这时候 民警心里边 又有疑问了 这崔中超 为什么会 无缘无故的 就消失了呢 他去哪了呢 他和赵小桃 被害案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此时 相信在所有 听友的心里 都在猜测 杀害赵小桃的 杀害赵小桃的 到底是他的丈夫 孙有良 还是这个 崔中超呢 这一次民警去到郑州 尽管呢 没有找到 崔中超 但是 在询问 崔中超 父亲的过程之中 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 不知道 各位听友 刚才发现 没发现 赵小桃被害 是谁报的案呢 是他的女儿 孙雅杰 孙雅杰什么时候 报的案呢 是案发之后的第二天 这是一个周末 放学了 自己回到家里边 到家之后 天色就晚了 进门之后 四处喊妈 没找着 说进厨房 看看吧 一进门 发现他妈 躺在地上 地上 还有一大片的血泊 这时候 他报的警 也就是说 孙雅杰 发现赵小桃 被害并报警 是在案发 第二天的 晚上 可是崔中超 是什么时候 去郑州 找到他父亲呢 是案发第二天的 早上 给他父亲打电话 约中午见面 中午跟他父亲 聊起来的时候 说 三村的赵小桃 被人杀了 这事儿 跟我有点关系 如果崔中超 不是嫌疑人的话 退一步说 如果崔中超 当时没在现场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 赵小桃被害了呢 你不应该知道 发生杀人案了呀 两米五高的大围墙 你有透视眼呢 你还是怎么着呀 此时 孙有良 还没排除嫌疑 崔中超 又进入到警方视线之中 凶手到底会是谁 崔中超和赵小桃被害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关系 会是什么关系 后来民警 在村子里面 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 村民们呢 还是一口咬定 说崔中超这孩子呀 胆小怕事 他不会杀人的 他没那胆 可是他为什么报案之前 就知道赵小桃遇害了 警方又推测出来一个可能 有没有可能啊 是崔中超呢 这个小偷小摸 想着去赵小桃家偷点东西 顺着这个围墙 又踩着那个新搭的机窝 就爬进去了 刚想偷点东西的时候啊 做梦都没想到 目睹了一桩杀人案 发现赵小桃的丈夫孙有良 把妻子掐死了 并且拖到了厨房 还伪造了一个奸杀的假象 崔中超啊 目睹了全部过程 哎呀 害怕呀 这可怎么办 我曾经出现在了案发现场啊 并且我原来因为小头小摸被警方处理过呀 村子里一旦有什么不好的事 我这算是有前科人员呢 肯定先找着我呀 哎呀我到时候我说不清楚啊 于是第二天一早急匆匆的就走了 后来呢不停的打电话追问 哎就怕警方摸到他身上去 不过如果说啊 崔中超仅仅是一个目击者的话 为什么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了解案情 了解了几回之后 突然之间和家人也不再联系了 他哥也找不着他了 他爸爸也找不着他了 甭管是谁都找不着这个人了 到这时候 再多的猜测都没用了 依然呢 要请出那个破案神器 DNA检测 把这个孙有良的DNA 崔中超的DNA 都采集下来 与那块经班的DNA进行比对 谁能对上 这不就行了吗 可是崔中超现在找不着他呀 那怎么办呢 找不着他 能找着他爸爸呀 把他父亲的DNA样本 进行采集 与经班来进行对比 如果说 崔中超的这个DNA比对 排除不掉 他的这种作案嫌疑的话 那他作案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甚至他的嫌疑 要比孙有良更大 经过漫长的等待 DNA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这个结果 再次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意外 孙有良也就是赵小桃的丈夫 他的DNA和经班DNA 不吻合 比对不成功 而崔中超父亲的DNA 和经班上遗留的DNA信息 经过比对 发现存在亲缘关系 时至此刻 崔中超 具有着重大的嫌疑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崔中超很有可能就是 作案凶手 可是崔中超和赵小桃 并不熟悉 平时俩人说话都很少 不沾亲不带故的 年龄还相差15岁 他为什么会选择赵小桃下手呢 并且崔中超 还有自己的女朋友啊 他怎么会强奸 比他大15岁的赵小桃呢 崔中超的家人说呀 崔中超最后一次和他们联系 是案发三天之后 随后呢 警方调取了相关的通话记录 经过查询得知 这是一部公用电话 随后警方联系到了电信部门 电信部门说 这部公用电话位于郑州市火车站附近 此时民警推断 崔中超很有可能在郑州市火车站上了火车 潜逃外地 大家都知道 郑州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之一 每天东南西北的这个列车 络绎不绝去哪的都有 如果从这出发逃往外地的话 那么现在摆到警方面前的就是一个巨大难题了 他会去哪 他会往哪个方向 这时候啊 有民警提出自己的建议 说他刚跑出去身上应该没什么钱 跑不了特别远 就他哥给了他二百块钱 那么二百块钱能去哪呢 哎 这就签订了一个范围啊 可以在中短途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寻找目的地 可后来一问崔中超的父亲 他父亲说 我给他钱了呀 他跟我要钱呢 哎呦 这一下啊 就有可能跑远了 民警这时候琢磨 崔中超呢 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你真说让他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他可能没那个胆量 那么他选择目的地的时候 很可能会考虑什么呀 这个地方得有我的亲戚啊 或者朋友啊 或者同学啊 等等 重点关注的 就是崔中超的这些亲戚 后来经过问询家人得知 他们家呀 在河北石家庄 山东滋博和陕西卫南 都有远方的亲戚 这时候警方派出了三个抓捕小组 一路去石家庄 一路去资博 一路去卫南 几天之后 在陕西省卫南 在崔中超的一个远方亲戚家里边 终于抓获了崔中超 案发之后 第五天凌晨 崔中超被押回河南拱义 到这时候 我们终于可以揭开真相了 崔中超为什么会奸杀赵小桃呢 其实啊 崔中超呢 和赵小桃之间 并没有纠葛 也没有矛盾 俩人甚至不太熟 点头直交见了面之后啊 姐啊 哎啊 中超就这么个关系 之所以犯下弥天大罪 是因为崔中超一时糊涂 案发当天晚上七点左右啊 崔中超在家里边 哎 把烟抽没了 出门买烟 正好路过麻将馆 就想着进去 凑凑热闹 去看看去 一到里边呢 看了那么一会儿 这时候赵小桃 整在那打着麻将呢 崔中超一琢磨 哎 他在这打着麻将呢 一时半会儿的 他回不去呀 并且他家呢 又紧邻着大玉沟 离这个村子中心又远 平时呢 也不会有人路过他那 更别说这深经半夜的了 得了 我去他家呀 碰碰运气吧 能偷什么就偷点什么 哪怕偷个十块二十三十五十 那也多弄出来几块烟呢 于是他就出了麻将馆 趁着夜色笼罩 就来到了赵小桃家的门口 崔中超二十多岁啊 身高力壮 哎 正好体力好的时候 爬个围墙 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踩着那 新大的鸡窝 就上了围墙 就爬进去了 可是啊 他没想到 刚一进去 还没来得及偷呢 就听见外边 有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 一听 嘿 赵小桃 还在那骂着孙大清呢 哎呀 朝着家的方向就走过来了 给崔中超 吓得呀 就躲进了大门旁边的一个煤球房 就一个临时大的小房子放煤球 等了半个多小时吧 听见没什么动静 他就琢磨着 赵小桃啊 应该进屋去了 差不多也该睡了 我呢 赶紧趁这时候跑吧 于是啊 就出来了 朝着院门 跑了过去 可他从出这个煤球房 到院门这一路上 他有脚步声啊 他出煤球房 蹭着这蹭着那的 也有点响动啊 赵小桃就听见了 他呢 就从卧室出来 看看到底怎么了 这时候崔中超也打开门了 赵小桃突然出现了 哎呦 给崔中超吓的呀 赵小桃这时候是怒气冲冲啊 哎我说 你怎么进来的呀 你啊 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 但凡我家里边出任何的事 你都脱不了干系 哎呀 给这崔中超紧张的呀 其实这时候啊 赵小桃呢 也不想报警 啊 也不想这个喊人 为什么呀 孙武魁在屋里躺着呢 情人在屋里躺着呢 他也怕长时间的争执 把别人引过来 发现他的情人孙武魁 于是赵小桃啊 就把大门打开了 就让他走 你走啊 你走啊 崔中超这一听啊 他没成想是赵小桃 真心诚意的放他走 他以为是在威胁自己呢 这怎么个意思啊 让我走 我一走 你就报警 我一走 你就喊人 这时候啊 他也吓坏了 脑子呢 也不理智了 趁着赵小桃不注意 咱就冲上去 掐住了赵小桃的脖子 这赵小桃啊 挣扎了一会儿 就不懂了 杀人之后 这崔中超都傻眼了 他这心里边不平衡啊 他就琢磨着 我是来偷东西的呀 啊 我东西没偷着 我还杀了人了 我要偷个东西 啊 顶多拘留我几天 我这杀人了 我得偿命啊 是越想 这心里越不得劲 越感觉自己亏了 干脆我不人都杀了嘛 得了 我强奸了你吧 这才有了后面的坚实行为 距离院门最近的呀 就是赵小桃家的厨房 这才把赵小桃拖到了厨房里 此时 距离赵小桃家 三百米距离的麻将馆里边 人家孙大庆啊 哪也没去 还在那奋战呢 碰 壶 杠上开花 一条龙 清一色 玩得开心的呢 而距离厨房仅仅五米的 一墙之隔的卧室里边 孙武魁呢 还在呼呼大睡 这睡眠质量也真好 外边都杀了人了 又奸了尸了 一点没听见 此时 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个靠近大玉沟的农村小院里边 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正在经历着浩劫 2007年4月30号 崔忠超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后来呢 这崔忠超啊 还写过一份悔过书 到处都是忏悔 不过 此时再忏悔 已经太晚了 正是那古话说得好啊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崔忠超自己也没料到 偷偷摸摸的小罪小恶 最终酿成大祸 行了 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